台铁最近诞生了125年来第一张女司机员的证照 这位七年级生美媒邱千芳上午就独当一面来驾驶 她的同事对她的工作表现赞予有加 但是比较有趣的是邱千芳会开火车 却连汽车驾照都没有 台铁125年以来第一位火车女驾驶打卡上班了 今年8月24号拿到司机员证照的邱千芳 经过了几个月的特训 现在已经能够独当一面 上午开始上线驾驶 她熟练地做好了上工前的准备 先量好血压还有酒册以及填血报单 花莲机务段的段长对她赞誉有加 说她能力强 心有戏很不错 我现在表现相当好 她的程度而且对工作相当投入 很难得很难得 邱千芳目前已经学会了裁电机车 还有电力机车两类的动力火车的驾驶技术 未来她还得要学电联车技术 也就是驾驶泰鲁阁或是通勤电联车 邱千芳说考火车驾驶并没有性别的限制 才造福了她 邱千芳有幸成为火车司机员 她感到既光荣又神圣 她非常感谢政府取消了铁路特考的性别限制的得正 让她成为台铁125年以来首位女性火车司机员